太难看了 太难看了 真的真的真的 大家一定太难看了 这我又得罪好多人 就是满大街现在看的就是中国呀 满大街呀看的都是穿六五的 军服 我跟你说啊 我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些军迷 不是因为喜欢军服 穿军服的军迷 那你是因为什么穿 我因为玩儿要穿军服 我穿军服是因为玩儿要穿军服 真不是因为喜欢 喜欢打仗就喜欢军 军队这些东西 那玩儿要穿和军服有什么关系 六年代美国反战嘛 不都是那个月战老兵穿M65 那个嘛 然后从那会儿开始流行穿军服的 你看穿军服不就是穿美军军服吗 对 哪有 英国你看大街上哪有 英国穿一个自己英国军队 你多傻呀 穿 就是军服里头只有美国兵的军服可以穿出来 就当时装穿 你自己想想 而确实是美国兵的军服也变成时装 对 被很多牌子给 你们最喜欢的加拿大俄就是美国的空军的派克大衣 就是空军外大衣 咱们中国那个军大衣 知道吧 嗯 就是加拿大俄 美国的军大衣 后来就变成了加拿大俄的 你看那一模一样 其实都不是那印第安人的大衣 艾斯基摩尔人的大衣 然后美军军服艾斯基摩尔人的大衣做了美军的那大衣 然后那大衣后来又变成了那个 你们致爱的加拿大俄 过两天我们要再出一级加拿大俄的节目 然后就是这样吧 就美国军服是流行的吧 然后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个现象就是 马大街穿假M65 假的就别穿了真的 阿尔法的那种 三百个钱人民币的那种 阿尔法都不让人穿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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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法那种真的假的那种军服 真的别穿了我真的 或者是什么去那个泰国造那种假的那种M65 迷彩的那个 真的别穿了 那应该穿什么样的呀 就你别穿了 就是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 如果你是一个军迷的话 你老老实实上椅背上去找 越战 越战的比如说 越战的什么OG色的65什么的 就后来我不是领导的时候 后来我把我65全给卖了吗 就你老老实实找点这种65穿 而且我觉得穿65特傻吧 张艺谋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们去网上搜一张照片啊 就是那个 三浦有和拍 在日本拍电影的时候 你看人穿65 穿的都是真65 特牛逼 然后三浦有和最后拍了跟那个 张艺谋拍了一个那个千里走蓝旗 里边一直穿着一点黑色 是假的 65这个东西啊 M65军服这个 M65军服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记住别穿了 你如果不懂你就别穿了 太露气了 99%都特傻缺 我一看 就是扫一眼就傻缺了 对吧 你看经常我在大街上看的 就加拿大大街上 咱们去那个大城市的时候 然后你还说哎你看那穿行吗 那傻缺 大城市很多上 假假的 就不是外国人都是真的 他90%都是假的 欧洲大街上也是 那65不是都是真的 那一家65贵着呢 对怎么着 就上2000块钱人民币吧 1500块钱人民币以上的M65 可穿 剩下的M65就别穿了 真的别再穿了 那种假M65上面各种大标 尤其是那种各种大什么标 不是新那标 你看那标拿回来 我新标拿回来 你跟地上摸摸 我才敢往上秀呢 给摸救了才敢往上秀呢 大新标 亮张张的 天哪 都不都黄眼 就别穿那样的军服 穿军服特别特别有讲究 首先你看那个当兵的 新兵大的进去 为什么都想要件老兵衣服呀 旧军服穿 谁他们都想选穿老兵军服啊 旧的军服穿多好看啊 他们穿新军服 哎呀 杀死眼了都快对吧 嗯 就乍眼那个心劲都 你看我所有的新的军队的东西都 自己做完就 磨出点布片来 才敢往上挂呢 要不然哎呀不行 那乍眼 拿烟油的往上摸摸是吧 黑了给他弄黑了烟油那摸摸什么的 对吧经常这么干嘛 就新的那种标 对 买一新的军标 赶快踩一踩 摸摸泥 对摸摸泥什么的 我跟你说军队的东西一定记住 千万别玩那个六五的时候 上面一堆新标 是的 是的 感谢观看